传统工有一种打法 就是小夹角打法 就是上皮筋的外层和下皮筋的内层 这两个皮筋重复就重复是这样 这个秒点一人二一 有的人低一点 有的人高一点 不一样 这个要经过练习 才能打得好 8.5的钢猪 1812的钢 打一发 打一发去飞 没问题 穿子宫 前几天出了一个教学视频 很多人说了 说你这个光说也不练 也不打 也不知道你打过传统工 咱们说一下 传统工你只要去练习 是吧 你去研究传统工 你才懂得传统工的一些细节 包括远近距离的翻力 手法配置的搭配 你像某大师一样不玩成统天天说成统也没用啊 总有心事抱怨啊 我打了打了多少钢猪 我怎么就打不准 你们怎么就能打准呢 今天我就告诉你 高手是怎样练成的 这个把线跟我时间是最长的了 当时买把线挺贵的 都100多200来块钱 没舍地买自己焊了一个 两公分的把线1842打8毫米钢猪 最好的成绩是12米45连重 然后他俩是差不多的 承受的风雨 后续一点一点懒了 把箱一点一点的也就废了 就来了这么多个玩意儿 还不算没找着尸体的 现在楼上还有两个 咱先别说你打了多少钢猪 咱就说你把这些把箱都打得破烂丝虎的 得用多少时间 没有哪个大师是先看教学后打准的 80%以上的大师都是先打得准 后给你们发的教学 其实你们也算是一定程度的实验品 因为他想的就跟着说了 把你们就举错了 不准 没毛病吗